公正党党选第一轮投票今天结束 虽然两名熟理主席候选人 也就是拉斐兹和赛夫丁 谁胜谁负还没有揭晓 但是两个人已经针对了在野党大帐篷的课题 隔空交火 拉斐兹在推特转发了一则 慕尤丁称国盟不排除来界大选跟西盟合作的新闻 还留言写道 其实我们对帐篷没兴趣 因为有些人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来找帐篷避难 但是天气好的时候却会放火烧帐篷 拉斐兹还写道说 他之前就说了有人还在跟国盟谈合作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 但是如今慕尤丁也就是阿爸都承认了 这番话是在剑指赛夫丁 被视为赛夫丁阵营 早前上阵旧柔佛州席的奥马莫达 随即就在推特回呛说 为什么宁愿相信慕尤丁还称呼对方阿爸 却不愿意在辩论的时候直接来询问自己的战友 也就是赛夫丁呢 国盟主席慕尤丁昨天就证实说 西盟内部有人跟国盟来接触 讨讨论大帐篷概念 以便在来届大选站在同一阵线对抗国阵 但是由于当年慕尤丁出走导致西盟垮台 因此是否应该再次合作 也在西盟内部引发分歧 中文字幕咨课